动作影星张静跟新片《九龙不败》的导演陈果 以及搭档拳王Anderson Silver 6月22日现神香港铜锣湾某影院出席宣传活动 不知道张静的老婆蔡绍芬看过影片没有呢 都有什么评价呢 她觉得跟我以前做的挺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没有尝试过这样的角色 她喜欢里面的一个造型是最颓废的那个造型 有长头发啊留胡子啊有小肚子 她喜欢那个造型 因为在我的真实生活里面应该是比较少这样的造型 所以她觉得比较好奇 她也很喜欢那样 另外张静透露最近两名女儿 楚儿跟姓儿都分别患上了手足口病 因此最近在宣传新片的同时也要照顾孩子 弄得自己相当的累 这小孩子小孩子生病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不过家长怎么看在眼里都还是会心疼 再加上那段时间我要做电影宣传 然后晚上基本上其实没有睡觉的事情 怕他们交叉传染 然后两个房间分开睡 我就两个房间就通宵两边跑 因为太太可能身体也不是很舒服 所以就我会看得多一点 累是累 不过据说张静本人表示很享受这个过程 对啊 因为他们只有在生病的时候 对我的需要感觉会更强一些 他们如果没有生病 可能我会叫他们过来 我叫他们过来 他们有时候不理我 那生病的时候就特别 这个报完爸爸那个也要报 那个报完这个也要报 就觉得还是挺幸福的 模方全媒香港报道